打工妹不慎怀上了同事的孩子 谁知男人却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因为自己根本就不信 他断定这个女人就是想找个老实人接盘 而这种四七百赖的行为让他十分豁达 男人口中的心机女 就是面前这个面黄肌瘦头发凌乱的姑娘 阿珍是个来上海打工的小妹子 1993年 26岁的她与同在工厂上班的男人阿龙日久生情 彼时的阿龙已经年近40 先天性小儿麻痹导致她双腿残疾 走路只能助拐 但尽管对方身有残疾 阿珍却始终对阿龙不离不弃 然而甜蜜的爱情却因一场意外怀孕戛然而止 阿龙认为自己身体有着很大缺陷 这个孩子不可能是轻生的 所以大法雷亭赶走了阿珍 挺着大肚子的阿珍没办法 只好顶着流言蜚语回到老家产下一女 三个月后 阿珍又带着尚在墙堡中的女儿回到了上海 就是帮她找爸爸呀 那现在找了没有呢 找了她不要呀 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阿珍当然比谁都清楚 可阿龙的行为却实在令人心寒 半个月来男友一直躲着他们母女俩 阿珍没有收入 就只能带着女儿住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 每天吃着一两块钱的饭菜 瘦的也是让人心疼 吃呢就是每天啊 就吃一块钱 吃两块钱就是人家 可能我可怜呀 就这么吃了呀 她想着我是个瞎瞎人呀 肯定没办法找她的呀 然而更让阿珍感到羞愤的是 阿龙竟然还到处破阿珍的脏水 说她不受辅导 像你这种女人啊 马来上都可以讨论 跟人家说呀怎么样怎么样 相信任何一个女孩都无法忍受这种侮辱 阿珍信誓淡淡地对着镜头说道 跟我两个人到医院去 这个科学检订 不是你的闺女 医院检订出来不是你的 会怪而怪你的 我会自己带着跑 就这样 昔日的小情侣再见面已经是对不公堂 两人坐在一张法庭长椅上 眼神却没有丝毫交流 可即便到了法庭上 阿龙依旧坚称孩子不可能是自己的 于是审判员决定安排阿龙和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听着女儿抽血时的哭声 阿珍心疼极了 不久鉴定结果就出来了 阿龙歪坐在椅子上 表情满脸嫌弃 时至今日他依然不肯相信孩子是自己的 其爱者亲子关系 带于RCP值达99.93% 可以认为高龙龙和壮毛之间 存在的亲生血缘关系 男人刚刚得知女同事的孩子居然是自己的 这令他难以执行 但法院的亲子鉴定不会骗人 听到阿龙确定是毛毛的亲生父亲 阿珍终于露出了扬眉吐气的表情 休停后 导演把孩子抱到了阿龙面前 这是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 上一秒还抵死不认的阿龙这时性一下子就染了 他抚摸了一会儿女儿的胳膊和小脚丫 突然就再也绷不住 在镜头前失声痛哭 隔天阿珍就收到了阿龙的一封忏悔信 他在心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表示希望得到阿珍的原谅 想和他组建家庭 但阿龙毕竟已经对阿珍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阿珍还会给他机会吗 出人意料的是 善良的阿珍竟然真的选择了原谅 1994年1月 阿珍和阿龙在上海的弄堂里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导演作为证婚人还没忘了调侃 这个赵文龙那是输了官司 但他赢了一个老婆赢了一个女儿 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不难听出 这个单薄的女孩以后不仅要抚养女儿毛毛 现在还多出了一个残疾丈夫 未来的路上注定充满艰辛 转眼十年过去 导演在2003年又找到了这个特殊的家庭做回访 这时的阿龙已经一概往日的无赖气质 化身一名自负 他甚至还让导演去劝劝老婆 说阿珍的脾气太暴躁 经常会打孩子 在这次拍摄的两年前 阿龙因为身体不好已经退休在家 还得过一次小中风 家里什么事都要靠阿珍一个人 而像阿珍这样年纪较大又没文化的人 已经很难找到工作了 工厂一般都会优先考虑更便宜的下岗工人 阿珍这些年已经换过十几份工作 基本都是做流水线上的临时工 工资只能勉强维持阿龙的医药费和毛毛的学费 现在由于工作的车间面临板前 阿珍又要面临事业的问题 然而面对家庭和工作的双重重担 乐观的阿珍也从未嫌弃过残疾的丈夫 更没有抱怨过他为家庭付出了多少 阿龙倒是经常打趣毛毛 说他运气不好 没能出生在条件好一点的家庭 毛毛则反问妈妈 聪明的女儿逗得阿珍和布隆嘴 而此刻的她还不知道 毛毛今后在学习上会展露出怎样惊人的天赋 女孩在生日这天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一旁的妈妈却面露难色 尽管是最便宜的特价电影 妈妈还是摇头拒绝了 因为对这个家庭来说 三十块钱也不是弊小数目 尽管心愿落空 但懂事的毛毛却不吵也不闹 因为她知道自己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 父亲双腿残疾 没有工作能力 母亲是流水线上的临时工人 赚钱很不容易 阿珍一家挤在一间不足是平米的小屋里 就连生日蛋糕都是省下来的钱买的 对此父亲阿龙格外愧疚 但在女儿的眼中 一家人其乐融融就是幸福 不过令夫妇俩意想不到的是 女儿在学习上从未让他俩操心 从1993年毛毛告状的纪录片播出开始 20年来不少好心人都愿意资助毛毛读书 而毛毛也确实不负众望 在2011年高考考出了十分优异的成绩 但由于家里一直没能等到录取通知书 阿珍一家还是决定接受好心人的赞助 让毛毛去美国念大学 或许是造化农人 当街道版同志夫妇俩 毛毛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时 毛毛已经坐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 一家三口从此相隔半的地球 女儿出国后还没回来过 因为来回一趟路费要一两万 他们家完全承受不起 只能通过视频和母亲交流 毛毛在美国的监护人 希望邀请阿珍去美国看望毛毛 但他拒绝了这份好意 他更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攒够钱 去美国看女儿 并且当面谢谢人家 在这个故事的第三个十年里 媒体又去采访了已经54岁的阿珍 这时女儿已经定居美国 毛毛想回来 但阿珍不答应 因为他不想把女儿的下半辈子 也搭给阿龙 阿龙这时已经被诊断为老年痴呆 但阿珍并没有把他送进禁老院 因为怕他在里面受欺负 现在阿珍又做起了护工补贴假用 工作间隙 他会通过家中的职能监控 查看阿龙的情况 这个故事是于一段闹剧 最后却以一个令人温馨的结局收尾 导演在片中也没有加入主观引导 阿珍到底是理智还是太过善良 全都交给了观众来做评判 但正如导演在婚礼上所说 阿龙虽然输了官司 却赢得了一个家庭 这对身为残疾人的 他确实称得上一种负分 而阿珍呢 他把一个日子没有盼头的残疾人 拉回正轨 最后还让女儿成了自己最大的骄傲 这大概就是成功吧